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国中会考即将到来,高中以下的学校下周又进入月考时期,为了让考生考试顺利,台中市大度区公所今日在黄西书院,举办2018黄西书院考生祈福活动。 有1500位考生参加,由市长夫人廖宛如担任主纪官,代表考生向文昌帝君进宪报告中,希望所有考生考运往来,包中祈福。 黄西书院又称文昌祠,公奉主管文运的文昌帝君因为相当灵验,每逢考季都会吸引大批考生前来祭拜,祈求金党提名。 每一年大度区公所都会为考生举办祈福活动,更是黄西书院年度盛会,去年开始活动流程更庄严简单。 今年不但有祈福活动,还增加了闯关游戏,还有披荐子抛陀罗等古代的运动游戏及一致游戏,不少外地民众慕名而来。 大度公所还架设了祈福树,提供祈福卡,让来祈福的考生得以写上心愿,并挂上在祈福树上。 而考生祈福卡的内容多半是希望自己国中会考或者大学能考上好学校,但也有学生且尚希望家人身体健康,还有人且希望爸爸及阿公身体健康,相当孝顺。 今年设理报名考生共计1500名考生安静在站在书院广场,向文昌帝君祈求考试顺利。 市长夫人廖宛如担任主纪官立委卢秀宴,严宽恒也都到场为考生祈福并陪同考生进献象征。 报告中的包子,壮元高,纵子,向文昌帝君祈愿。 廖宛如表示,过去的孩子只能跟着父亲的工作学习,长大后便接续父亲的工作,但是考试让孩子有反转机会,可奠立自己的方向。 但考试不是唯一,最重要是保持一颗热忱的心,他也勉励考生。 考试过程顺顺利利。 大渡区长陈嘉荣表示,今年提供祈福卡给学子们写下许愿文字,还有好运文具和祝福考生运笔如神考运望来。 另外,特别设计考生祈福闯关游戏,透过传统意志性活动及祈福开制小游戏,希望民众能智慧鸿开,勤勉向学。 另外,今年祈愿活动中,台湾书院联谊会各地书院代表也席聚台。 中观摩黄熙书院年度盛世最远的金门燕南书院也到场共襄盛举一同祈求学业进步今往提名。